遺傳雨圖 所以沒想過新的遺傳 我們看看 440賽 新的遺傳 好,你是我猛呀 我要跟我猛才講 那是我媽媽的 過一下 上岩門都是李文貴的 好,四百四三頁這邊 好,再講,去構想 我看信念遺傳的遺傳方式 你們國中就學過了 就是跟信蝶有關的遺傳 那莫甘其實就是發現信念遺傳的人 他在培養這個果蠅的過程裡面 有發現了一隻白眼的果蠅 然後所以針對於紅眼白眼這個部分 他有做了一個單型雜交的實驗 那這實驗原本也算單純 就是他去挑一個純細的紅眼 然後還去跟那個白眼的雜交 就是清淡 所以F1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正義性 合理來說 應該全部都是紅眼的 好 所以結果如預期 我們來F1全部都是紅眼的 可是等到他在拿F1 要去繁殖出F2的時候咧 OK 比較夢得了嘛 利用F1然後再繁殖出F2 所以紅眼對紅眼 沒問題齁 所以F2的話 預期白眼應該會再度出現 好 然後期望的比例應該要是3比1 所以紅眼對白眼的比例應該是3比1 如果只看去看那個 那個性狀的出現 然後F2呢 白眼真的有在出現 然後比例呢 果然也如這個夢得遺傳 所得到的這個期望就是 比例應該要是3比1 沒有問題 好 那可是等到他在認真去看的時候 發現一個問題來了 那個4分之3的白眼 全部都是熊果 就這樣 看到沒 那怎麼會沒有 理論上來說 按那個 合理的比例 就如果你現在發生白眼的話 出現在公的跟出現在母的身上 應該是一樣才對 好 那可是很奇怪的是 那個白眼全部都是熊果 沒有此果影發生 好 所以這個地方 他們想說 有這麼強烈的性別的趨向 所以呢 如果再做一下其他的這個組合 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那有一些探討的方式 在444頁 你們其實國中就已經 學過一些 那個題目的例子 好 就是你如果把這種各種可能性 就是像44那一種 比如說那個 那個 性連遺傳的最大特色 就是你把爸爸媽媽的性狀呢 稍微對調一下 然後呢 重新再去看一下 小孩子 在這個 性連遺傳發生的這個機率的話 就會發現 因果然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個 白眼似乎 真的比較容易 在這個 那個 雄性的這個 子彈裡面發生 好 所以後來他推測 很有可能 是這個原因 因為 果影的性別呢 是XY 性狠色體決定 然後 在這當中 因為X燃色體比較長 然後Y燃色體比較短 以正常的 一般 提燃色體 以正常的提燃色體來說的話呢 一般的提燃色體 都是等長的 那 等長的好處是說 當你在談 某一對 燃色體上面的 某一對基因的時候 那 左邊那個 會有 帶有某個等位基因 右邊一定也會有 好 這個是一般的提燃色體 上面的情況 性感色體呢 如果你討論的是 X也有 Y也有的 那一段 大概也沒有問題 就是 左邊 X燃色體上 有的 然後 右邊 Y燃色體上面也有 可是在這地方 Y燃色體 足足少了 這麼長的範圍 所以萬一有某一種 性狀的基因 然後呢 它是放在X燃色體上 而且是放在X燃色體上有 然後Y燃色體沒有的那一段 這時候就很麻煩的 就是這個地方 如果X燃色體有 我想要對過去 對紅基因 好 所以我應該要對過去 參考一下 Y燃色體上 到底怎麼跟我配對 結果這個地方 沒 所以它就不對了 好 所以 這樣情況呢 就有可能會發生 如果你現在呢 把它 用單純的孟德爾式的遺傳來推論的話 紅眼純細 那應該是道爾 道爾 然後白眼的話 應該是小爾 小爾 好 然後 道爾的F1呢 理論上都是道爾 小爾 所以道爾小爾 對道爾小爾 所以那個紅眼的裡面 F2的紅眼裡面 應該 這個表面上的四分之三 其實是有四分之一 道爾 道爾 再加四分之二的道爾小 OK 那個是 比例三的部分的實質的內容 就是 有四分之一 兩個都是顯性 四分之二 一個顯性 那但是這樣還是顯性 然後 那個四分之一呢 才是小爾小 本來應該是這樣子來看 可是 如果 莫剛的看法是 萬一 那個眼睛顏色的基因 是放在X藍色體上面 有 Y藍色體沒有呢 那問題的狀況 就不是這樣子的 就變成是 寫這邊 現在 這個紅眼的磁果銀呢 那它會是X 大 X 大 X藍色體上面帶 然後這個基因 然後那個白眼的 那個白眼的是 熊果銀嘛 所以它的組合 性感色體的組合是 XY 可是它是白眼的 所以呢 它是代小R 好 然後等到 由這樣的P 繁殖出F1的時候 它的磁熊個體 它的磁熊個體是這樣子 磁性個體一定是X 到X小 然後F1的熊果銀一定是X到Y 對吧 然後你再拿同樣是F1 然後再去繁殖出F2的時候 就會有總共幾種可能 先從磁果銀 F2的磁果銀 對不對 磁果銀兩個都要是X 那這個時候 熊果銀可以貢獻其中一個X 所以對於F1到F2來講的話 因為 磁性個體的兩個X 一個一定是上一代 就是F1的熊果銀貢獻的 所以它起碼會有一個X大R 然後至於那個磁果銀 是貢獻X大R還是X小R 那這兩種都有可能會發生 所以F2的磁果銀呢 就是會有X大RX大R或X大X小R 好,這是磁果銀 白話的說法 一定是紅顏的 對齁 那如果是熊果銀呢? 聖男聖女以前你們就學過那個概念 聖男聖女的話 辦法一定是貢獻Y 所以熊果銀這邊就變成 有一個Y已經確定了 對不對 那所以F1的熊果銀 要先貢獻Y它才會是熊果銀 F2的時候才會是熊果銀 所以另外一個呢 就要是X 那個X 男生的X染色體一定是媽媽給的 OK,所以往那個磁果銀這邊來看 那磁果銀就有可能會產生貢獻 X大RX小R 這個X小RY白眼的 OK嗎? 但它還有一半的機會 熊果銀還是有一半的機會 會是紅眼的 但磁果銀 100%通通都是紅眼的 OK嗎? 所以正式釐清 莫剛認為這應該是性連遺傳所造成的 所以你再去看那個性連遺傳 B 就乾脆把它解讀 它其實就是一種跟性別連鎖的遺傳 其實這是性連遺傳 這樣懂嗎?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原因? 很合理啊 因為 基因的種類 遠超過染色體的數目 OK 所以我們就 那時候那個薩酚不是講嗎? 合理來講 生物的一對染色體應該要帶的基因 都有相當的數量 對不對? 那現在只是對動物來說的話呢 動物的性別常常跟性染色體有關係 那你那個一條染色體 全部都只用來決定跟性別有關的事情 會不會稍微有一點太浪費空間 所以那個性染色體上面 性染色體上面去幫忙帶一些其他性狀的基因 這樣看似也是合理的 有沒有看到 所以 當 某一些性中的基因 它是藉性染色體來放的時候 而不是放在一般的染色體的情況之下 然後呢 又是放在性染色體 這一個空白 歪 等於是沒有的那個空白空間的時候 它在反應到那個發生的機率上面來說 就會有這個性別上面的差異 那這個就是性染遺傳的主要原因 這樣 所以還算簡單 就是碰到性染遺傳的時候 其實孟德爾的遺傳定律還是適用 那你最好是用這個方式 左邊這個方式來去運算 就是得把那個X跟Y的組合的問題 一併考慮進來 那才不會出錯 如果你把它完全比照孟德爾那種 就是基因一定要是一對一對 可是它就是沒有一對阿 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個 這個熊果音 拿到一個大耳 它就是大耳的 就是正常的 如果它拿到一個小耳的話 也不用兩個小耳 一個小耳基本上它就是白眼的了 它不用再配對的 這個就是性染遺傳的特色 雄性個體身上的時候呢 等位基因不用再等位 不用再配對 只要一個就決定了 所以拿到顯性就是顯性 拿到隱性就是隱性 你看 所以它表現隱性性狀的可能性發生機率 會比雌果音還要來的高 如果是雌果音的話 你要兩個小耳它才會是白眼的 所以雌果音就不用 好 這個就是性靈遺傳 又是莫根發現的 所以你看 莫根的話光是養個果 就是又讓整個遺傳學的進展 又往前推進了很大的一步 好 下面這地方提供一下 那性別決定系統裡面 因為你們其實最早學的 XY是誰 是人類 所以人類的性感色體裡面 對不對 以前你們不是很喜歡考一種題目 就是怎麼表達出男生 男生的話是44加XY 對不對 然後表達女生是44加XX 對不對 然後所以呢 這個女性產生卵的時候 只有一種可能性22加X 對不對 可是對男性來說的話呢 產生的精子可能有兩種 22加X或22加Y 還記得女性不背很多這種東西 對 它事實上 這個就是在凸顯出 23對男色體裡面 如果你特別把性男色體挑出來 作為表達出男生女生差異的話 這些是一些簡單的符號 連帶的精子或卵 都可以用這個方式去呈現 好 那可是如果人類的XY跟果蠅的XY 還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差別 它的話有去研究 比如說果蠅的話是八條四對 所以如果要表達出凶果蠅的時候 凶果蠅就是6加XY 然後死果蠅的話就是6加XX 你看齁 那這大裝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打個比方圖片的時候 就會看得出差異性了 如果熊果蠅發生圖片 然後 然後它沒有的Y 只剩下6加X 所以公的母的 跟男生 那不 人類 這邊 你看齁 我們原則上大致上 男生有Y就是男生 對不對 那萬一來一個特殊情況發生 所以大家都少Y的情況之下 公的母的 公的母的 這個 肯定 它是熊果蠅 但我們發現 因為沒有完 所以不運 所以那個Y的存在 決定了果蠅的生存 所以沒有的Y是一隻不運的果蠅 就這樣子而已 你看齁 好 可是如果發生在人類呢 沒有Y 原則上都可以直接認定 要是女生 因為沒有Y 所以對人類來說的話 那個Y的存在很重要 它是一個 決定男生或女生的很重要的參考的指標 所以沒有Y它一定不會是男生 所以大致上 可以把它歸而是女生 可是 44加X在很多的案例裡面顯示 這樣的女生呢 她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因為她X就真正只有一條 所以她當不成男生 但能不能當女生 在性器官的這個存在上面來說的話 比如說她搞不好沒有卵巢 甚至於沒有子宮 然後甚至於沒有陰道等等 然後所以她的生殖系統呢 會非常的不完善 所以你正在講說她是一個完整的女性的話 也沒有 所以這個女生通常也是屬於國運的 這樣有沒有 好 所以對於那個磁果銀來說 果銀來說的話 甚至於萬一來個6加XXY的話 它會比較偏向於4 因為有兩個X 所以會比較偏向於吃過 可是對人類來說呢 人類萬一來個44加XXY 這個又有案例存在 他們發現 因為有Y 所以原則上應該定義為是男生 對不對 很妙的是 這個人 他在媽媽肚子裡面的時候 因為胚胎發育啊 性別 開始決定 就是開始往特定性別發展的那個時間點 差不多在 胚胎時期 差不多12、16週這個時候 他的區分就會越來越清楚 這個時候呢 兩個X會造成原分的 雖然有Y本質上 他應該被歸為是男生 但是有兩個X 這主導性太強 所以他的發育上面呢 會可能會出現 女性的生殖器官的特點 那可是有Y 又讓他可以是男生 所以到時候是這邊主導性強 還是這邊主導性強 就會使得他在這個 生殖器官的這個發展這個部分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平衡上面的問題 所以他可能會兼具 男生跟女生的生殖器官 這樣 可以嗎 所以這個就是性別決定系統的時候 動物的部分的話 他是有性染色體問題的 植物沒有 植物沒有性染色體 所以植物的性別是構造的問題 他是以基因的層次 到底在花上面有沒有出現瓷蚊熊蚊 所以植物基本上呢沒有性染色體 留意一下這個是動物跟植物一個非常大面 大的差異 所以植物的生殖構造只是用來產生 精子破短的磁蕊跟胸蕊 這種構造面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不用到個體層級 所以植物沒有那個個體差異 好 然後接下來 那其他的動物的性別裡面 目前已經比較明確知道的包括像什麼呢 比如說蝗蟲 蝗蟲也有性染色體 可是蝗蟲的性別決定呢 是一個另外一種組合的方式 就是他的性染色體呢 只有一種就是S染色體 那個S位之 Y也是位之的意思 因為當初那個染色體啊 因為我們在研究染色體的時候 習慣是在細胞分裂的時候 把那個細胞分裂的過程固定下來 就把它停住 然後接下來呢 把那個染色體挑出來 然後接下來有長的排到最短的 OK嗎 所以排完之後呢 就會留下那個未知的 那個就是性染色體 好 所以蝗蟲呢 只有一種性染色體 就是S染色體 可是如果他的S染色體 443階右下角那個地方 蝗蟲的話是性染色體 如果不成對 那他是雄性的 那如果性染色體是成對 那就是雌性的 所以他的雌雄個體之間的染色體 樹木差一條 這樣 OK 好 所以 像蝗蟲的話是22加X是雄性 22加XX是雌性 好 這個是蝗蟲的屬性 那 這邊舉的鳥類當中 用G來當作例子 G的話呢 基本上他的性染色體是ZW 一樣是未知數的意思 ZW呢 可是他的組合 剛好跟人是顛倒的 我們是SY 這個不同性染色體組合 是雄性個體 男生 然後他不是 他是ZG 是公雞 ZW是母雞 所以剛好是顛倒過來 好 所以應該還蠻好記得 就是組合同型結合 是雄性個體 異型結合是雌性個體 好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我們以前在講那個 動物的無性生殖的時候 就已經有提過這個現象了 就是蜜蜂跟螞蟻非常奇特的 可以忍受那個N 他是N跟2N的系統 那N跟2N怎麼去做出來 就是看卵 如果說呢 當初卵有獸精 卵有獸精的話 將來獸精卵就會發育為雌性個體 但如果卵沒有獸精呢 卵如果沒有獸精就會發育變成是雄性個體 所以他是由單套跟雙套來決定性別的 所以這是單套雙套系統的特色 那所以他比較奇特的是 他竟然可以忍受單套染色體的個體的存在 這個在動物非常稀有 動物基本上很少有這樣的一個例子存在 就是那個染色體竟然可以佈成對 然後所以蜜蜂跟螞蟻的雄性個體 這個真的是無性生殖 所以他的雌性個體是透過有性產生 因為有獸精 然後他的雄性個體 因為卵沒獸精 所以只有的卵又不獸精 這不列入有性的範圍 所以他還是無性的 所以無性的生殖手段產生雄性個體 有性生殖手段產生雌性個體 這是幾個比較有趣的性別決定系統 這邊 OK 這樣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蜂蜂都是磁的啊 蜂蜂是沒有用蜂蜂乳培育出來的蜂 所以他是磁蜂 可是他沒有生育能力 他如果要有生育能力的話 他的後天調養裡面必須是餵蜂蜂 蜂蜂也有特定的餵食的過程 這是後天的吃的東西的配合所造成的 如果是那個熊蜂那種的 他都是瘋的這樣子 所以他們需要負責這個傳宗接代的事情 可是他們產生金子的時候 不用解數了 因沒得減的他已經是N的 所以他們在產生金子的時候 只要有絲 不用再減的 因沒得減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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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观看 好 那最后补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地方跟一个概念有关 就我们前面讲 莫甘发现的那个连锁 不对连锁不是 连锁的概念最短还是撒吓提出来的 莫甘算是遇到了连锁的状况 然后呢 他也大胆的假设互换的可能性 因为他不算是真正有看到互换的事实 这样子 不一般通常我们在看互换这件事情 常常都会比较从正面的角度来去看他 原因在于 就 现在呢 有一对同源染色体 然后呢 上面呢 我们抓他的某两个等位基因 假设A跟B 来讨论 对不对 好 所以到时候呢 完成简术的时候 我们讲说 假设完全连锁不互换的话 其实这样的一对染色体 它可能只产生两个配置 大A大V一种 然后小A小B一种 这种是只存在原染的连锁 但是不互换的情况之下呢 这种配置 这是氢代形 可是万一如果发生互换呢 就会有两个新的组合 小A大V 然后跟大A小B 那这个就就是重组型 或互换型配置 所以只有连锁的情况 配置两种 连锁再加上互换 就变成四种 对不对 所以这种互换到底有什么好处 它某种角度可以解读为 可以增加 可以用来增加遗传变异 对不对 两种变四种 对不对 在遗传的变化程度上是增加的 这应该可以接受吧 可是互换还是有一个弹竹 原本头尾染色体在连维的时候 它其实应该要头尾切齐 如果四分体产生的时候 它头尾真的是切齐的话 那旁边的其他染色体来挤压这对 那这对受到挤压万一它的线条发生交叉 通常这个交叉的点 万一到时候染色体分离的时候扯断的话 大概你断多少长度 我应该也是断差不多 所以我损失了多少基因 后来换到你那边去 可是因为你也是差不多相同的损失 所以你的损失就换到我身上来 对不对 所以最后去算实际的基因的数目 你没多我也没有少 所以还好 可是事情又不是永远都这么理想 因为这对这个四分体的旁边 去想着这23对染色体就很可怕 23对 所以那旁边有那么多染色体的情况之下 难不成你每一次四分体 都可以拍的规规矩矩 就不会有那种情况就是 一个稍微被挤得上去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万一它发生染色体 那个线条有缠住的时候 然后结果呢 这样一扯断之后呢 右边这个损失比较大 因为它平白少的这么长 对不对 左边的损失比较小 只破断一小个碎片 对不对 然后就算运气得很好 真的果然还是这个有接上去 一样接错嘛 交换嘛 所以这个时候 断长的那个 断量长度比较长的这边很倒霉 我一口气损失这么长 然后这里面呢 假设总共10个基因 然后平白把10个基因送给别人 然后隔壁呢 它断的那么短 这里面只含了5个基因 所以 送给别人10个 换回来5个 所以这时候 断掉比较长的 那就比较倒霉 它就少了 然后呢 拿到长的那个 也不用高兴 理论上 换到比较长的 拿到比较多的基因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很多基因 那本来就有了 对吧 所以 这时候呢 要看生物 对这件事情的忍受程度 动物通常 不太能够接受 就是 我这次基因该有的 刚刚好就好 那个多或少 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困扰 所以动物通常不太喜欢这种 就是基因变多或基因变少的问题 更不要讲 那个染色体数目变多 染色体数目变少的问题 所以提到几个图片 让大家参考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有谈到 染色体发生交换的情形 同位染色体之间可以发生交换 非同位染色体之间 一样也有可能发生交换 那当这些交换发生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发生 这些图片的情形 444页下面 比如说呢 这个基因连锁群上面 你看这个ABC株EFGH 然后平板呢 比如说少了一个 对不对 还得了 你在想 如果这个基因是某一个代谢的 小数的关键基因 那不就造成代谢上的缺陷吗 代谢上的缺陷是有可能 让那个小孩子活不下来的人 对不对 那你说多的 多的会不会变超人也不会 然后所以基因重复也没有用 因为根本就用不到啊 然后所以这些 最下面那两个是 非同位染色体之间 发生交换的这个情形 那更惨的 非同位染色体之间发生交换 交换来交换去 一样可能会有变多 或变少的这个问题 这些通通都是突变 所以万一发生交换的时候 是有这些情况发生的话 那我们大概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搞不好配子就活不下来 因为那根本就没有正常版本的 就是没有拿齐全 所有的基因 或者是多真的没有好事情 所以大概有几个层面 第一个它配子实习 这个配子就活不下来 那或者是呢 配子活下来了 结果受精之后 受精卵无法忍受 因为受精卵 它就会出现 基因成对 蓝色体成对 这样的现象 然后结果呢 它去看 现在呢 有一个基因需要使用的 然后去找这对基因 结果发现呢 这对基因总共有三个 就本来假设只有 那个什么 大A小A 所以我现在变成大A小A小A 对不对 它现在到底要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这时候受精卵 也有可能没有办法正常发育 然后接下来到第三个层次 就算受精卵早期发育成功 然后可能后来最后呢 导致遗传疾病的发生 所以这地方有很多的缓解 但看起来大部分的情况都不少是 这还是层次上 在基因层级所发生的突变 如果是在染色体树木层级所发生的突变的话呢 像唐氏症的小朋友就是这样的问题 它的 你看445下面那个染色体图 染色体图 就是我们把身为一个人 或一个细胞的所有染色体呢 趁着它细胞分店的时候把它固定下来 然后从场子排到最短的 然后来看它的染色体组成 正不正常就是染色体图 那所以呢 唐氏症的小朋友是第21对染色体有三条 三条不会变超人 三条会影响到染色体之间的平衡问题 刚刚好最重要的 像这种不平衡的这个现象 基本上会产生某一种影响 那到底是什么影响也很难说 比如说像唐氏症的小朋友 一般来说他们在智力的发展上 就会比较有缺陷一些 对不对 然后身高可能长得比较不会高 可是会重重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都不算是好事情 所以能够有稳定的这个遗传物质 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 好 谢谢大家